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问大师 夫妻之间最无奈的事是什么 一个会过日子的娘们 嫁给了一个挣不来钱的爷们 一个想过日子的爷们 娶了一个败家的娘们 一个做一手好饭的娘们 却嫁了一个不着家的爷们 一个经常回来吃饭的爷们 却娶了一个不会做饭的娘们 你们男人每天想的无非就是三件事 弄点钱花花 去哪喝点 哪里有漂亮妞 错 哪错了 顺序不对 应该是哪有漂亮妞 弄点钱 带她去喝点 请问大师 为什么现在单身男女越来越多了呢 现在啊 男女的思维方式都和以前不一样了 女人认为 你又不给我花钱 又不对我好 我凭什么跟你在一起啊 男人认为 你又不跟我在一起 我凭什么给你花钱对你好 都是不见兔子不撒婴 就这么耗着 一个怕吃亏 一个怕付出 好到最后 一个没得到人 一个没得到钱 好好的一桩买卖 就这么黄了 男人怕寂寞 女人怕孤独 当寂寞遇上孤独 全都是满足 谈什么情 说什么爱 全都是合作愉快 还有你们 记得小时候啊 有一次我拿着九十分的数学试卷回家 老爸一看九十分 他根本不信 非说那零是我自己加上去的 把我胖揍了一顿 直到现在我还觉得委屈 那零真的不是我加上去的 酒才是 哎 老公 你说当你有钱了 会不会找小三 绝对不会 是吗 你对我这么专一啊 有你在 我不可能会有钱 哎 老公 如果有人花一千万买我 你卖不卖 谁呀 他眼瞎呀 你别管是谁 你就说你卖不卖吧 不卖 嗯 这还差不多 没良心的钱我可不要 王力宏这事没爆出来之前啊 我认为现在的好男人就只有两个 谁知道他搞出来这么大的事啊 好嘛 现在就剩我一个了 比起愤怒 我更多的是感到孤独 同时我也觉得自己的责任更大了 昨晚做了个梦 梦见一个鬼抓我 我说 咱俩无怨无仇 你为什么要抓我呀 他说 我他妈就是看你的段子笑死的 还说没仇 他用来嘛 wwwww wwwwww 字幕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